大家好,我是Trisha,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星期五凌晨,英超有多場補賽 其中一場對陣雙方分別是車路士和里斯特城 比賽將車路士的主場進行 說回車路士,他上將十二碼大戰、不敵利物浦 無緣、執氣足總盃的獎盃 對內一眾仗士固然心有不甘 現在要回到主場作戰 車仔一定希望用一場勝仗來重新旗鼓 所以說今仗不妨看好車仔,可以全除三分 說回車路士,截至目前,車路士今季只剩下兩場英超要踢 雖然球隊相繼在聯賽杯和足總杯的決賽中 不敵利物浦無緣奪冠 但今季他們也取得了歐超杯和世冠杯的冠軍 在多士之秋的時代中,也取得了這個表現 相信一眾車仔的球迷也算心滿意足 之前阿仙奴不敵劉卡蘇之後,車路士也鎖定下季歐冠 的參賽資格 不過這也不能令球隊掉以輕心 始終之後的熱切已經追到自有兩分之差 南軍想要保住英超第三位,就要繼續保持搶分的氣勢 而車仔今季的主場表現未如理想 當中十七次主場出擊只取得八勝六和三副的戰績 搶分能力只能排在英超第八位 不過面對作客勝率只兩成多的里斯特城 其實是卓卓有餘的 今季首循環交手,憑著基斯殿普列石和尼高露 選敵他們的入球,南軍3比0擊敗在里斯特城 而車仔仍處於對賽兩年勝之中 值得一提是 今季整體表現未如理想的羅美路·劳卡古近期 在英超上演連場破門 足以見到比利時前鋒近期的狀態亦在升溫當中 同時亦努力融入球隊當中 今將有主場之理面對里斯特城 車路士一定是劍子勝利 在陣容方面前鋒 天武華納和後衛 賓哲維爾都因傷缺陣 至於另一邊 打完36場英超比賽之後 里斯特城的戰績是13勝9和14輔 目前有48分排在聯賽第九位 距離能參加歐戰第七位有8分差距 換言之 剩下兩輪比賽下 球隊今季已是塵埃落定 而回看今季英超比賽 里斯特城基本上在聯賽中游位置徘徊 最高達到第九位 而最低達到第14位 整體表現是比上一季有所進步的 雖然他們最近兩場英超分別 以3比0元勝樂域志 以及5比1作客擊敗屈福打 球隊核心占視默迪遜 和尖美華迪也有所斬獲 但上述兩位對手都已讀定降班 所以取勝能力並不高 另外再向前幾場比賽來看 李斯特城在4月中至5月初進行的五輪英超比賽中 他們都是輸球和打和的 取得兩和三副的戰績 不斷送分給人 要知道的是 上將擊敗屈福特之前 李斯特城處於作客五輪不勝當中 期間進攻火力並不理想 崑牆入一個球都沒有 現在前18次英超作客 取得4勝5和9輪的戰績 當中失了35球 作客防守表現 排在英超倒數位置 作客能力不足 加上戰役也不及車路士 所以說李斯特城今仗不宜高估 在陣容方面 後衛賴恩·貝查特 和中場韋費特尼迪迪迪都欣賞決陣